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往往这类事件呢都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炒作性 不过呢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您肯定想不到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就出现过这么一个爆炸性的门市 还是桃色门 女主角呢您肯定也想不到 居然是著名的女作家 不过呢这个门呢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场合 在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国共截战的惊天阴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从1933年6月16号 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这消息呢倒跟爱情没关系 是跟国民党中央特派上海的特务组督察员吕克勤的死亡 有关系 解释一下 报纸提到的这个吕克勤 这人呢还用过另外好几个名字 有的人呢叫他马少武 还有的人呢叫他史记美 反正呢都是他 那么为什么一个人要用这么多的名字呢 特工嘛 我想呢可能总想对外界保持一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神秘感吧 天晓得不管了 反正后人说到他的时候啊 用马少武这个名字居多 所以呢我们也就用马少武来指代他 那么马少武死了 国民党中央特派到上海的特务督察员 这个官啊不小啊死了 而且呢这篇报道里把他这个死啊 说的是非常的劲爆 他死的这个地方和具体的死法都很有噱头 很有卖点 大家接着看看这份报纸 接下来呢他是这样概括马少武的死法的 小花园甜心妓院晚宴未成 遇暴徒枪中要害 轻刻毕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这马少武出事那天 本来呢是想到妓院去玩玩的 可惜啊 还没来得及看到他那个相好的叫甜心的 这个妓女就出事了 那据马少武督察员的这个司机啊 向记者介绍 当晚马少武让他把这车就开到了小花园的弄口 那么下了车告诉他 晚些时候去妓女甜心的家里去接他 这个顺带呢领这车钱 然后呢自个儿就走进了小花园弄 这小花园弄啊是上海著名的烟花场所 大小的妓院邻里 马都察员呢 因为是常客 所以呢熟门熟路 直接呢就往这老地方去找这老乡好 甜心小景去 可是呢就走到在一个这个弄堂转角处 突然黑乎乎的就窜出了几条大汉 对着他是拔枪就射 那么四五声枪响之后 动手的这人呢就跑了 马少武啊是浑身冒血 跌跌撞撞的就往这弄堂口啊 逃命 可才走几步 人就到了 奄奄一息 是血流满地 好嘛 这位督察大人不是鞠躬尽瘁死在这工作岗位 而是去这妓院 循环作乐的时候被人暗算了 有意思 够八卦 那么当时呢很多报纸文讯 也都纷纷地转载这条消息 不留余力地给这国府这脸上抹黑 看看看看 这就是国府的高级公务员 而且呢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呢 还添油加醋的乱分析呢 说 这是情杀呀 没准啊 是妓女贴心 另有相好的 跟这马都察员争风吃醋 还找人干掉了情敌 确实 这种事啊 在当时的烟花柳下呢 也是常见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 当时呢 最权威性的媒体 由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大公报 终于发布了最权威的事件调查报告 叫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权威的报道 竟然比那些小报的说法还要进报的多 有意思 这个大公报的报告里啊 有很多的元素 包括 仇恨 爱情 流血 牺牲 总之一句话 所有畅销小说的这个元素 这里面全都有了 当然 故事的男主人公肯定就是马少武了 可是女主人公呢 却并不是妓女甜心 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女作家 竟然是丁玲 丁玲 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上呢 都介绍过 代表作呢 是沙飞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1933年故事发生的那年 丁玲已经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理说呢 他和马少武应该是属于敌武战线 按照一般的逻辑呢 丁玲和马少武因信仰不同 应该是水火不容的 但是 大公报的记者呢 却挖出了这样的内容 丁玲坚定的信仰 被另外一种更有力量的东西战胜了 那就是爱情 对马少武呢 充满促劲的爱情 大公报记者呢 是这么爆料 马少武在死亡之前 丁玲二人呢 是不打不成交 此话怎讲呢 当时啊 丁玲是著名的左翼文人 亲共产党反国民党 于是呢 国民党特务督查 原呢 马少武就带兵去把他给抓了 随后呢 马少武又亲自把丁玲 从上海押送到了南京 当然 这个许多的胡说八道理啊 这一点描写倒是真的 那么多年后 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先生呢 也知道母亲被捕的经过 带头的这个 这个人呢 叫马少武 这马少武后来了解了 是国民党总统 驻上海的区的一个负责人 同时是上海公安局特务组的负责人 按说马少武把丁玲给抓了 丁玲应该对更对他是恨之入骨 那才对 可是呢 大公报的记者却不是这么写的 他笔锋一转 哎 胡乱就编排了一出震惊十里洋场的陶册 大家看这份报纸啊 比较扯淡 他说呢 丁玲被捕之后就叛变了 不但政治上投敌 还不惜色诱马少武督查 以求开恩年语处罚 马少武呢 也就顺水推舟 立刻和丁玲女士呢 同居了 同居一个月后 风云突变了 马少武死了 很可能是被丁玲杀的 至于原因嘛 竟然是争风吃醋 他说马少武跟丁玲同居后呢 还是不改风流本性 结果呢 丁玲就吃醋了 由爱生恨 竟然不凶 把马少武给杀害了 这一切听起来 完全就是瞎说八道 可这竟然就是当年 大公报的所谓权威报道 而且呢 文章还用大标题 宣告了本案的最终结果 说罪犯已经伏法 丁玲已被枪决 丁玲也死了 大公报 金曝丁玲 陶色新闻 一代红颜才女 果真死于非命 旷世北文的背后 深藏谍战血迹 斗转星移 死里逃生的转机 究竟无可出现 一场即将开打的间谍乱战 究竟谁能占据上风 国共谍战陷入僵局 丁玲深陷桃色门 经典传奇 壮灾建议 八路军将军 红色国际客工 才女作家 三个特殊人物 就是离奇事件的暴风眼 两下富人的人 干什么事情 都要追求个真理 敌人急力使用 残暴所得 仗有敌心的人 坚持不共 阿宋到南京 马上去 再一步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江西卫视 经典传奇 一战不危情 我们相信 有一种检验经典的标准是 时间 每一天都有传奇发生 但只有时间 才可以让传奇不老 经典有序 流传的经典 未知的真相 在时光的坐标上 我们一直在寻找 你最想看到的那段 经典传奇 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这就是经典传奇 刚说到大公报登出了马少五案的最终结果 说罪犯已经伏法 丁玲已被枪决 这是真的吗 可以说 这个结局是大公报眼花缭乱的故事 最让人惊恶的一笔了 因为本人多少也受过一点文学史的教育 知道丁玲女士呢 一直是活到了这个 1986年 那么在这篇报道当中说 他死了之后呢 还多活了半个世纪 就从这一点来看呢 这篇权威报道啊 那是有硬伤的 但就是在这篇报道 在当时呢 还真就骗了一个聪明人 鲁迅先生被骗了 一听消息 他就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 叫道丁军 这真是开了一个超级的历史玩笑啊 好了 现在呢 咱们倒转回来 是时候让我们搞清楚这个全部的真相 这个表面风花雪叶的桃色事件呢 其实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斗争 那么这两种风流骂不相及的事 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现在呢 我们就请出当时国民党最大的特务 中统特务首脑 徐恩曾 徐老师 欢迎他 整个事情其实呢 都是由他编剧和导演的 当然 我们不打算给他颁奖 因为这戏呀 实在是演的 太烂了 首先补充一个关键背景 马绍武奇人正是徐恩曾徐老师的得意门声 是一手提拔的干部 这宣曾派他到上海来 就是为了对付中共特科的红色特务 当然 中共特科也热烈的欢迎了马绍武同学 跟踪了他几天之后 用子弹把他撂倒在了妓院的门口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但是马绍武一死 宣曾伤心得很了 再加上小豹们的一番瞎猜和恶搞 叫这个徐老师真的是很没有面子 可是想报复呢 又抓不住这中共特科的人 所以没办法 徐老师就动起了这歪脑筋了 就打算拖丁铃下水 反正你支持共产党 那么就先借机整死你 我扳回一局再说 我也不知道大公报上的这个权威报道 是不是宣曾亲自动手 不过呢 肯定是出自他的授意 既然马绍武生前抓过丁铃 那么就编排到一起 把这丁铃呢 说成凶手枪毙 为了让事情显得更可惜 于是呢 他就编出了这么一桩桃色新闻 而事实上 我们有证据显示 丁铃被马绍武压到这南京之后 马绍武啊 立即就另有功干返回上海了 两人呢 并无同居的机会 押送他到了南京 马绍武就再也没出现 马绍武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 这南京看守他 就是另外一件 实际上这就是总统的意思 所谓色诱同居 这完全都是无稽之谈 而至于马绍武的死 跟丁铃呢 那就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了 实际上啊 策划刺杀马绍武行动的人 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特务 和行动队的负责人 匡慧安 就是这位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那丁铃既然被徐恩曾 诬陷准备枪毙 又是怎么从魔掌逃脱 活到1986年的呢 哎 这还得感谢小报 时事新报 针对大公报的那篇报道 做出批驳 说这大公报的做法啊 纯系以卑鄙手段 掩饰其刑法上之罪恶 污蔑丁女士 不过借此掩其罪耳 明确的拿起了舆论武器 立体 丁铃 而且呢 当时的国际压力也比较大 一呢 丁铃是在租界被抓的 租界呢 当时是外国人的地盘 那国民党冲进来抓人 气坏了外国友人啊 说这国民党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 第二呢 丁铃是一位名阳中外的作家 一些外国作家知道了这事以后啊 也是气得成天给这国民党那打电话 骂这国民党迫害知识分子 国民党那段时间呢 被骂的是满头包啊 那么负责这个事的宣增 也是灰头土脸 不得不释放丁铃 根本就不可能下得了杀手 所以呢 到此为止 我们这位国民党的中统聚销 徐老师 可以说连败树镇 亲信死了 凶手抓不来 抓了丁铃诬陷又不成功 你当官拿钱却不做事 当老蒋真的是拿钱 来请你来 是个写剧本的呀 比较丢人 可这丢人也没办法 过去的事啊 改不了 只能着眼于未来 那么料理完了马少五的后事 宣增又派了一个新的督察员 去上海走马上任 可是没想到 两个月后 宣增最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个新任督察员 又被中共特科干掉了 又死了 接下来也没什么编剧的活可干了 上次一回这个刚眼砸 这回不敢了 只能保持沉默 可是你不吱声 这倒霉的日子 它也不会结束 其实呢 一切才刚刚开始 只要宣增派谁去上海 不出几个月 这个人就一定会被暗杀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密一双 这一连传的伤亡 直接伤害我们派出的总负责人 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 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 使人难以遇地方 这种情况 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 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 事情发展到最后 宣增派不动人了 他那些手下是宁可被宣增给骂死 也绝不肯去上海当官 大家都不傻 知道去了上海就是个死 那宣增这个时候抓狂的很 西说这怎么办呢 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 这个傻子逼急了 他还也会动脑筋 这宣增啊就开动脑筋 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他也不打摇大摆的 往这上海派督察员了 他悄悄的派出了卧底 好几个这个国民党特务啊 就打扮成了这个失业工人的样子 设法接近中共特科的武装行动队 就是红队 结果呢也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 歪打正着 一个叫张阿四的国民党特务 真的他就混进了红队 一直狼狈不堪的宣增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满心希望这张阿四啊 能够给他立个奇功 可是谁想到呢 张阿四加入了红队之后 却只能成天蹲在这个红队 给他安排的房子里啊 只有在红队有任务的时候 才会临时有人来找他 让他跟着一起行动 这张阿四啊 就糊里糊涂的跟着暗杀了几次之后 却始终摸不着这红队的底 红队里有哪些人 住在哪 有些什么行动规律 张阿四是一无所知 长时间搞不来情报 这张阿四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一方面 薛恩增啊 等的是很不耐烦 经常是骂骂咧咧的 那另一方面呢 老跟着这红队的人杀特务 张阿四也有了一种 吐死湖碑的恐惧 那么在这种压力下 张阿四使出了浑身的泄术 终于挖出了一个大情报 他汇报说 红队的负责人我知道是谁了 那人叫匡惠安 很不幸的 张阿四的这个情报 是准确的 匡惠安先前提到过 他当时大约30多岁 从1931年开始 担任红队的负责人 匡惠安进入了薛恩增的世界 这个红队来说 那是大大的不妙 但是呢 好在张阿四并不知道 匡惠安他住在哪 所以呢 宣增只能对着这个名字 甘灯眼 那么到这为止呢 中共特科可以说是 占尽了上风 可是呢 事务往往就是这样 在你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 危机也就最容易发生 红队队员也是人 他们也有百密一书的时候 结果呢 让张阿四这个毒蛇 就混到了红队的中间 实在是大大的祸端 这是这样叫人恨得牙痒痒的事 真是恨不得这个穿越时空隧道 赶紧就把这个实行告诉 匡惠安 但是这终究是我的一厢情愿 只能是恶外叹息 徐恩增疯狂施压 张阿四终于启动 邝贵安行踪暴露 徐恩增撒网捕鱼 街头追捕 红队竟然一瞬间 面临覆灭危机 国共谍战 进入僵局 叮铃声线桃色门 经典传奇 正在解密 少女和小偷 两个平民 竟能改变战争格局 1935年以前 突入到地下工作 他们会在这个时间 让段云彤 在一个主要的自作点上 在观察 八路军将军 红色国际特工 才女作家 三个特殊人物 就是离奇事件的暴风眼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12点 将军卫视经典传奇 别战狂危情 刚才说到 红队和国民党 这一轮较量呢 那是占尽了上风 那么另一边的宣曾呢 简直就快被这个逼疯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只剩下 安插在红队 没有暴露的张阿四 这可怜巴巴的一张牌了 但是呢 这张阿四啊 太没用 埋伏了半天 光知道这负责人啊 他叫匡惠安 其他呢 什么情报都弄不来 是啊 我还知道 这美国总统叫奥巴马呢 那管用吗 哎 薛恩曾啊 就开始对他不耐烦了 接下来 薛恩曾就对这个张阿四 使出了一个狠招 这个狠招啊 是无比的恶毒 不光对于红队 其实呢 对于这个特务 张阿四 那都是致命的 薛恩曾当时呢 他拍了两个特务 就埋伏在了张阿四住的地方 日夜这么少了 就等着看谁来跟这个张阿四接头 一旦有人接头 这两个特务呢 就跟踪 红队队员就会暴露 薛恩曾这招啊 其实很险 你说万一有人来接头的时候 在对面盯梢的这两个特务 露出一点什么马脚来 引起这红队的警惕 那么张阿四 马上就得完蛋 这最后的一张牌 也就没了 但是 薛恩曾那个时候 是急红了眼了 牺牲掉这个张阿四 已经无所谓了 他不管张阿四的这死活了 杀鸡取卵也要扳回一点面子 这下可害惨了这张阿四了 他整天呢 就躲在这屋子里 吓得是直打哆嗦呀 生怕暴露 隔了一段时间过去了 红队呢 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直到有一天 红队呢 终于有人来找这张阿四了 不巧 这个人呢 正是红队的负责人 匡惠安 很不幸的是啊 当时宽慧安并没有对 假扮工人的这个张阿四 有太多的地方 他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 那么交代完事情之后就离开了 在宽慧安离开之后呢 那两个监视的国民党特务 就盯上他 更不幸的是 这两个特务呢 还一路就跟到了宽慧安的家 那么当时啊 宽慧安住在这个法租界 一座楼房的三楼 这里呢 还隐藏着 红队大量的武器 宽慧安住处的暴露 对红队来说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而对于宣曾来说呢 却好像中了头彩一样的兴奋 但是呢 狡猾阴险的宣曾在这个时候 却非常沉得入气 他并没有立刻派人 去抓捕这宽慧安 因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宽慧安 而是破坏整个红队 那么接下来 宣曾呢 指派更多的特务监视宽慧安 这个时候宽慧安呢 却还蒙在这鼓里呢 他像以前一样 一有任务呢 就去找这红队的队员街头 于是呢 更多红队队员的住处 也一块儿暴露 在确定掌握了 大量红队队员下落之后 宣曾就决定收网 他就像一只饿了多年的 这野兽一样 对红队张开了血盆大口啊 在1934年9月底的这一天 上海街头展开了一场 残酷的抓捕行动 执行的那天 自上午7时开始 至11时半结束 分别在六个不同场所 同时进行 若将这些实地资料 供给一个杰出的剧作像 不能写成好几部精彩绝伦的 金匪蝶血战的电影故事 尤其是捕捉红队首领 邝惠安这一幕 那个替我们驾驶汽车的英国朋友 当时看的目瞪口呆 当天 邝惠安一出界加门 就被这国民党特务 是一拥而上 绑进了一辆轻车 邝惠安呢 他知道大事不好 关键时刻 他却奋不入身 尽了自己最后一点努力 以减少中共特科的损失 邝惠安之道 因为爆破了 所以他每当中央的时候 他就叫醒了 你们卫生把我抓到这里来 他的声音就是什么 他用大的声音 经过他的气质 对人的刀 关键他的一将之后 他的气质 在里面经济出了一些文迹 但是没来就把他去收响的时候 对人冲进房间 把他的气质捕出来 在邝惠安夫妇被捕后 红队的还有其他四名成员 也被捕 这一共五名红队的对战 曾经让无数的特务和叛徒 闻风丧打 那么在他们被捕后 也依然是不敢英雄本身 薛恩曾亲自审讯过这个邝惠安 他是笑脸相迎 一再的利用 那么邝惠安不但不为所动 还做出了一件 让薛恩曾魂飞拖散的事 当时 黄惠安趁着薛恩曾 怕他不注意 突然就跳起来 抢下看守的手枪 然后呢 以迅雷之势 对准的薛恩曾就开了枪 薛恩曾啊 本来是必死无疑 可惜啊 阴差阳错的是 这把手枪里 却居然没有子弹 薛恩曾啊 捡回了一条 吓得是面无人色 这黄惠安 却只是丢下手枪 冷冷的就说了一句 算你走运 在这次的审讯之后 吓破了胆子的 薛恩曾就明白了 红队呢 那他是不会投降的 因为他们和你薛恩曾不一样 薛恩曾做官多年 一直都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的信仰 以用这个卑鄙的手段 迫害共产党人为最高的追求 就看看他这个先后干的事 什么编故事 陷害叮铃 什么派内鬼破坏红队 那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可是红队队员们 他们追求的不是名也不是利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宣曾 不能理解的东西 他们心中对祖国 对人民的信仰 会支撑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于是呢 薛恩曾面对这些他根本看不懂的人 死心了 他把这五名红队的队员全部送上了刑场 1935年1月20日 申报呢 报道了刑刑的场面 说这五个人呢 神色自若 均无一言 只是大声为其他在监狱中受苦的囚犯 请愿 五位红队队员全部因我们就义 当时国民党给他们实施的是绞刑 临行前监狱呢 给他们请了牧师 为他们做祷告 这位牧师在祷告时 发现这五个人病不信实 他们显然不相信自己死后能够去天国 但是这位牧师却很惊讶的发现 即使是没有天堂和上帝作为安慰 这五位英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始终没有一丝恐惧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后 能够埋在一起 当时这位牧师感叹说 这些人他们所相信的 一定是更有力的真理 虽然这次在敌方的卑鄙反扑下 红队遭遇暂时的挫折 国共叠战呢 陷入了僵局 直接的武装对抗几乎不见 但是表面平静如湖水之下 实际上 中共特科则对敌人 悄悄就展开了新一轮的渗透 与反渗透 一场精彩的长达十四年 深入到蒋介石身边的潜伏行动 将在明天精彩上演 明年中午十二点 江西卫视继续经典传奇